近期美债收益率出现倒挂 让市场的讨论点转为了美联储降息 不过我们来回看2006年收益率曲线倒挂 也是在近一年之后美联储才真正的降息的 那么这一回情况和上一回一样吗 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冒陈期货第一副总裁丁世民先生 丁先生您好 您好 那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来看 因为有人认为说今年美联储有可能会重启降息 那么现在这个美国经济前景真的有这么紧急了吗 对 其实不仅是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倒挂 其实去年8月9月份的时候 其实从美元的利率期货 就是三个月的银行菜色已经出现倒挂的情况 那个时候我在你们另外一个台已经说了 这个倒挂的情况是代表一年之内美联储会降息 那是去年9月的时候我已经说了 所以从现在已经是3月9月还有半年 所以你刚才说的06年倒挂的情况一年后才开始降息 这次的情况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这一次不仅是美元的国债倒挂 你看一看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他们的国债收益率也在倒挂 这个情况比0607年的情况更糟糕 代表不仅是美联储 甚至是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央行 都在下半年 江西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高 代表了美国 不仅是美国经济的前景有问题 其实现在的环球的宏观面 比0708年的时候更糟糕 很简单说一下时间的关系 过去50多年来 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的情况 出现9次 过去7次都是衰退的 只有两次没有衰退 所以这一次是第10次 但你会想象 这些的情况我刚才说 现在的宏观面都比0708年 或者是0001年的时候更糟糕 甚至是比96、97年糟糕 因为这个不仅是美国的问题 也是我们中国 不管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 或者是其他国债 什么企业债的问题 很多问题现在都表现 这个问题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那说到这个 我们不得不提到美元 今年以来很多人开始畅空美元 但是也有人觉得美元才是避险者的天堂 我们看到08年到现在 美元指数最大的一个高低差 是达到了47% 而且整体上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那您是怎么看待美元后市它的走势的呢 我是赞成现在美元 包括这个美元指数是成为一个避险的天堂 这个是对的 上空我不赞成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去年特朗普 特朗普避改或者这个措施开始 去年美国海外的企业的盈利 回流从海外回流到美国 已经达到了超过一万个亿美元 这个是直接支撑美元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这个情况今年也会继续 所以时间关系 美元指数我还是看涨的 现在有一个 现在美元指数大概在96.6 96.7 还没有冲破97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阻力 就是这个美元指数 从2011年的高位 103跌到去年的地位88 第三个黄金风格线 就是这个关键的阻力位 就是大概是97.8 所以其实现在距离97.8 还有一个点多一点 但是我看因为欧洲 美国 德国 澳大利亚 全球的问题 其实真的比美国的问题还要大 所以我估计 未来三个月或者是第二个季度 美元指数很快会冲破 这个97.8的阻力位 就是代表避险的情绪又在高涨了 那看来您还是乐观地看待 这个美元指数 那我们再说到这个中国方面 市场关于人行降准降息的预期 也还是比较强烈的 其实只要是这个经济和社会融资 不起稳的话 这种预期就会一直存在 那您觉得现阶段这个中国降准降息的空间还大吗 在我来说降准跟降息是两回事 降准这个机位 其实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 现在大概13.5%到14% 因为别忘记了 这个降准这个息率在六年前是从高位21.5个点 跌到现在14个点 我想4月份到5月份开始还会有一到两个点的降准的概率会出现 甚至2019年整年降准3%4%的机位还是会到了 但是降息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一年的贷款的息率大概在4.35% 已经是过去几十年的低汇 中央我想不会这么容易降息 因为在江西会鼓励海外的资金去做空 就是人民币 所以降准还会再降两到三个点今年 但江西起码上半年的机位不是那么高 那说完了中美方面 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在土耳其 昨天土耳其它是股汇债集体下挫 隔夜互换利率是飙升至1200% 那里拉流动性也是骤然收紧 叠加地方选举在即 那其实市场非常的关注 就是土耳其会不会再一次的面临危机呢 其实各位观众不要太紧张 这次艾尔多安 我估计这个危机没有去年8月那个时候那么危险 其实现在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土耳其里拉 昨天他们的大盘虽然是跌了超过5% 但是也是比去年8月的地位还距离很多 第二就是现在土耳其的10年的国债的收益率 才18% 也距离去年8月的高位22% 还有四个点 还有一个距离 第三就是CDS 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风险 现在从1月份的300个点 300个基点 涨到现在400个基点 距离去年8月份的高位 接近600个基点 还有很多空间 所以我估计周末这个意大利地方选举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各位也不用担心 而且这个土耳其的里拉影响 没有影响东南亚的地区 反而是影响南非 巴西 这些新兴市场的货币 跟我们亚洲中国香港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看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 好的 非常感谢丁先生 这一时段与我们的电话连线 谢谢您